准备给自己做个吃的 那今天呢 我是做一个茶烧肉改良版的腌肉 这个肉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做法啊 特别好吃 首先我买的是新西兰的牛肉 这牛肉切完了看着特别好 然后一大块 然后加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商店里都有买的超市里 就这个茶烧酱 然后我加了酱油 然后生抽 然后就酱油是老抽和生抽 各加一点 然后加了姜 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蚝油 最重要的是 我居然加了蜂蜜进去 而且这个蜂蜜呢 还是那种加的好的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早餐经常用这种粘稠型的 然后它呢是那种四十加 四十加它还对那个肠胃有好处的那种 就直接被我加到这个茶烧肉里面 待会呢 我会把它放到这个电饭锅里去煮 特别的快捷 方便的一种吃法 天啊不要吝啬 就这些 把它加进来 然后霍一霍的说 然后把这个晃匀了之后呢 就可以加茶烧酱 这个茶烧酱啊 就剩一点了 不过没关系 照样是可以用 如果要是更多呢 它味道就会更好 我喜欢吃甜一点的 所以呢我做的这个呢 割的茶烧酱越多 就会越甜 也会越长肉 然后现在我已经把它和匀了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会放一点点的 新西兰的白葡萄酒 不过新西兰白葡萄酒呢 在新西兰本身价格也不贵 所以呢我平时做饭都用它 好了 现在这就已经把它用保鲜膜包好了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放在这里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如果能够腌制一夜的话 就更好了 好 然后我现在已经腌好了 然后我已经把腌好的 直接倒入这个电饭锅的胆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去用它直接 用蒸米饭那一档 一蒸就出来了 好了 现在这个时间就差不多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的老天 我的镜头啊 哎呀 然后它已经做好了 嗯 然后因为我想半米饭吃 所以我就留了一些摊 否则的话呢 它还会自动 就是再做一会儿了 但是我已经让它停了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吃了 我们看看怎么样 哇塞 还不错 我再拌一口口的米饭吧 来 让我尝一下 我留了点汤 嗯 好吃 我先吃了 好了 我现在呢 已经吃完了 现在给大家先看一下 外面的风景 因为我一入境 风景就没有了 嗯 那么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关于新西兰的 那个就是有一个免费的保险 这个免费的保险叫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意外的保证 就比如说所有的游客 或者说只要你登陆新西兰之前都给大家介绍过 只要你登陆了新西兰 然后这个保险就已经在你身上生效了 那么生效之后呢 不管你发生任何的意外 新西兰呢 它都是只要是属于意外情况啊 那么新西兰它都会承担你在当地的这些治疗的费用等等 那这个也就是说 大家都说新西兰福利挺好的 如果我没有生活在那边 是不是也有福利 这个也算吧 但是我相信大家没有人想去享受这个福利 对吧 所以呢 新西兰这边其实呢 在这一项保险上面嘛 也算是一个比较慷慨的国家 因为其实呢 在这一项上面花了不少的钱 差不多是两个多亿新西兰元 那是多少呢 就是乘以差不多四或五吧 乘以五了 现在等 等于就是十多亿人民币 那么这些钱全部都是花在 给这些外来的游客的身上 出现意外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当地治疗等等的这些上面的 那么 这个所有里面钱里面 当然有一部分是保险公司出的 应该是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从纳税人的这些钱里面去出的 那么有多少呢 差不多有六千多万新西兰元 那就合三个多亿人民币 所以呢 也不能说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福利 大家可以享受呀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享受这个福利 只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情况 确实这个 怎么说这个保险吧 这个行为和这个规定 我觉得是挺好的 当然没有人希望去享受这个福利 其实也没有人愿意去 贡献这份福利 对吗 其他的声音啊 就是说我们不想要这些背泡客的旅行 是因为 肯定是因为他们太穷了 那么旅行嘛 尤其是新西兰是一种旅游的国家 那么很多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想从这个旅游者的身上 录一些羊毛的 对吧 所以呢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那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跟我评论 好不好 我吃饱喝足了 有点困 溜达溜达睡觉了 谢谢大家